有个朋友就有三只深水股份在watch list 上 他三只都想问你中长线怎样看 还有他的目标都是收息的 还有三只他都未有货 所以他想问你买入的价格应该是怎样操作的 好 第一只就是恒安国际1044 第二只就是月海投资270 第三只就是韦尔达303 行业和市场分布都很不同 但他都选择了 不如Thomas逐一只帮他留言 先看恒安 恒安来说都是属于零售类的股份 就是做一些卫生用的产品 倾向上来说都是持续一个光性的需求 但是你说要有一个很大的前景上的爆发增长的话 他未必是可以做得到 最主要之前都是疫情方面 比较严重一点的时候 变成了一些相关的用品 所以他的需求量会比较大一些 现在已经这个热潮过了 所以他的股价表现可能倾向上就算你说升的话 有机会上去40元附近的时候 已经不够力再上去 所以对于股价来说未必适宜有一个太大的憧憬的状况 现水平来说 股息率都去到7.5L的位置 其实都是一个挺吸引的状况 变成是中长线投资 现价低于38元可以考虑吸纳 如果说谈慎一点的投资者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 在介乎32-35元之间来到吸纳 也是可以的 至于另外就是韦尔达 韦尔达其实是三只股份 它的息率是最高的 现在有超过12L的状况 刚才也有去看一看的时候 它的股息是一个常态的股息 不是因为派一个特别股息 就令到它的息率有一个大幅飙升的状况 换言之它以一个平稳的派息的状况 都能够去到一个这么高息的水平 就是间接地去反映 其实现价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低的位置 如果对应来说 股价低于50元的时间 就不是很多的 就已经要去到2020年10月之前的时候 股价才是去到50元以下 所以现在55元附近的水平 吸纳也是可以直博的 如果对应紧身投资者 可以用50元来参考 介乎50-52元之间 就可以去考虑吸纳 即是韦尔达做开一些电子类型的产品 到底一些相关的原材料 成本方面的控制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未来的前景方面 暂时来说可能稍微是有些保留的 这个控制成本有一些疑问在这里 所以股价的表现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是60-62元之间 已经偏向有阻力 那未必适宜对股价表现的期望太高 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